我差不多打拳牙也二十年了 此时此刻啊 我想去唐山吃烧烤 有没有跟我一起的 我真的有气氛的 一个男人最起码的就是不能打女人 你们懂吗 哈喽大家好 我是女保镖张美丽 河北唐山多名男子殴打女子事件 令人发指 看完以后更是让我气氛到了极致 一是气氛施暴者的肆意妄为和猖狂 二是气氛周围群众的弱弱和冷漠 然后更是心疼受害者当时的无助和绝望 倘若施暴者不施暴 倘若当时周围的人合力伸出援手 悲剧就不会发生 号召我的粉丝们 号召所有的习武爱好者们 所有的心存正义的兄弟们 当石墙凌弱出现的时候 需要你们怒见不平的时候 请伸出你们的援手 习武之人落实我们的上武精神 唐山打人事件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 这些人的作为也让很多人感到非常的愤怒 尤其是很多习武之人都是血气方刚 其实练武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我们沉着冷静 遇到任何问题都不要激动 在场很多人都是很冷漠 如果是你的话 你会怎么做 会不会出手相助 我们练武的目的就是为了自保 保护别人 拿啤酒瓶子的那个女生成功地激怒了绿衣服的男子 女性是弱势群体 遇到这样的就算是张伟丽也要跑 也不是硬刚 打架对这件事有什么其他的看法 欢迎大家一起讨论